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王英师傅 多谢大家 多谢琪琪 你都很美女 师傅 你上一年预测的大事 基本上都中了 多谢 那今年又有什么预测 今年也是一样 我预测了十个大的题目 十个大题目 就是跟我们南北加州 都有息息相关的东西 大家千万不要错过 不要眼睡 不要走开 第一个就是金融方面 为什么这么事故 一说就说金融呢 因为我们全部都是向前看 向前看 所以今年的金融股票 就会出现了有人为的控制 导致了股票的市场就会乱了 在2018年 2017年我叫你闭上眼 买任何股票都涨了 赚了很多钱 所以今年就有人为 再加上有天灾的关系 所以导致了股票就乱乱了 所以我提醒各位在买股票方面就要小心一点 为什么呢 主要就是木星 这个财星 木星是赢了金星造成了这个效果的 再加上这个海黄星进入了这个经济高 而影响了这个经济不稳定 所以股票就不稳定了 第一个题目就是经济不稳定 第二个题目就是要告诉大家的就是说 今年要很厉害的流感令到大家传播得很快 还有在腸胃流感方面大家要小心一点 因为扩散是升级的 所以很多人在健康上受了很大的影响 由健康出了问题影响了生活 而且影响到就是我们所说的人命关天 就是换句话说 如果出来的食肆吃得不干净 骚骚骚骚 比如你吃了地溝油之后 细菌分钟是要你命的 所以大家就要小心一点 这个就在我们天星来看 最主要一样东西 又有一颗死亡之星进入了这个原因 所以导致了人命关天是非常严重的 甚至乎有些食肆食店为了掩饰这种不择手段 去做一些谋取暴力的情况之下 令到这间店铺要关门的 就是食肆食店有机会关门 被政府去调控它 这个就导致了它自己的损失惨重 那谁叫你做一些不卫生的事吗 第三样东西就是有关传媒 传媒就是我们讲传播界 或者是资讯那些 那今年会出现一些大改革的 会求变的 为什么呢 如果你不大改革 不接源开流的话 那传媒 传媒 传媒 有机会 是会有关门的危险的 那就看哪些不幸了 那第四项呢 政府就是会减税的 这个呢 我现在说出来 已经是政府 我们美国已经减了税了 物业税了 减了一万元 有免税额 因为我之前已计下来 但是我都要说的 所以换句话说 就减了税 但是后面那些呢 就要说了 由于减了税 造成了政府很大的混乱 内部出了不和 意见不合 内部矛盾非常之大 第五呢 交通意外 在今年是非常之多的 尤其是那些快车 火车 那些地下子弹快车 那些长程的车 包括了飞机也好 都非常多的伤亡的事件 今年 大家就要出外旅行 就耍声十二分精神 尤其是那些懸崖 坐那些巴士 很多时候都听到 整个巴士 翻了下去山的那些 这些地方就不去好过去了 第六样东西呢 那我就要奉献大家 在今年要注意了 就算有钱没钱都好 千万不要去北边旅行 有个北字都不能去 例如我们说 我们去日本行不行 日本行不行 日本行不行 但是北海道不要去 去台湾行不行不行 行不行 不要去台北 去中国行不行不行 行不行 行不行 去加拿大行不行 行不行 北方嘛 那是北面嘛 那北面为什么不要去啊 那因为原来呢 去到呢 可能会中招了 中一些我们说 山雄步伐 或者是地震 或者是天灾 或者是核能漏射 都会影响到你的健康 的 导致了你为之不吉 第七项呢 今年就是和肥仔欣有关系的 那为什么有关系呢 就是战争了 那这个战争呢 就是中国呢 是难免被拖落水的 所以换句话说呢 刚才说了 北不要去嘛 北韩更加不要去啦 自己去吧 就去厕所点灯啦 那你自己想想 个揭后遗啦 所以换句话说呢 中国被拖累不但只 还会其他周边的国家 都形成了 影响了经济的效益 嗯 师傅我们先休息一下 稍后回来说那几条预测 师傅还有三条预测 是 那我们先说第八个预测的情况 在第八来说2018 因为今年是茂土年 属于一个比较大火的年 那小心有火热啦 如果你的家屋里面 是坐北向南 坐南向北的话 尤其是我们南北加州 都连续在2017年都有大火的 那更加要小心啦 因为呢 在今年会出现了 有大爆炸 核能漏核 又或者大停电 那这些不仅是南北加州的 而是全世界都有份出现的情况 或者我们说的大地震 听着大地震这三个字 很多年都没震过的 那希望呢 大家就要注意南北加州的人 不要大意了 今年有地震的机会率 最高就是北加州了 因为北加州呢 就是金门以北的地方 或者我们说 稀活以一大地震板块 那这个大地震呢 希望各位呢 就快点买一些地震保险 保护自己的家园 如果不是呢 塌了那时候 起来就很困难的 那因为个个都说地震地震 没有时间到 但是我计算呢 今年的机会率 是很高的 大地震 尤其是呢 南北向的屋呢 那个机会 中招是最大的 那甚至乎呢 就是说 火粥呢 还有呢 如果你坐南向北 坐北向南的屋呢 容易有大火失火 所以煲烤粥 煲烤饭 不记得关火的情况 是非常强 所以买了几个灭火器 还有呢 醒睡点 好了 第九项呢 就是本年呢 我预测了呢 有一些知名的人士 或者领导人物 或者领袖人物呢 是突然间死亡 或者是病逝 那这种情况呢 是大家要留意的 那再加上今年流年呢 开始很多女性呢 是冒起头上来呢 就会是我们说的 主管一些政府 主要的部门的了 尤其是香港 已经开始 又法律界 已经出了女主管 好了 最后一个题目 这个题目呢 就和我们南北加州的观众 息息相关的 就是银行开始收紧了 有钱都不肯贷款了 造成了地产 房屋的买卖 受到加压力 很大的压力 影响了市道的 所以换句话说 在新的一年 2018年 楼房的买卖 就会慢了 所以大家就要留意一下 甚至乎 买屋要买什么地区性呢 是较为可取呢 那这些呢 大家要留意一下 一会儿等下 琪琪呢 看看她也想买一间屋 我知道 看看她一会儿问我了 嗯 师傅一次过说完十条预测 你们有没有做好筆记啊 一定要注意了 师傅 对了 我就要问 有哪些地方有发展的潜力 我可以扔够钱下去 厉害了 这是小富豪 不要看轻它 如果根据南北加州来说 有分的 那我先说南加州 南加州来说 如果你买屋 最重要是 不要买一些叫将军犯地名的东西 比如我们说 香港呢 比如你姓鱼的 就不要买石劫尾 不要住石劫尾 姓鱼的住石劫尾 夹着尾 鱼是生还是死 那你自己想吧 那为什么我们要这样说呢 原来呢 南北加州呢 都译了有中文名的 我南加州 有特别多中文名的 例如我们说 整基标 整基博 整基博 有得博的嘛 所以买屋最好就是整基标 那你说 你住 撈士蜜可以不可以呢 撈士蜜就有问题了 撈士蜜 我们讲得不好 是叫撈水尾 那就不好 所以就不要买 一些将军犯地名的名 那就会好些 不如你Arcadia 现在的名宅 豪宅的屋 都开始已经跌下来 所以南加州来说 最旺的地区 来年呢 应该离不开 是罗兰江 就是鲁鱼 和整基标 这两个地方的 另外呢 就要讲一讲的就是 如果买屋呢 原来你买的是豪宅呢 将来呢 如果你想买出去呢 我想有一段时间困难了 反而在100万楼下左右的屋呢 就非常之抢手的 所以各位买屋呢 就要留意一下 你的地区性 和校区的问题了 嗯 这个名字都非常之重要 对 那我们北加州来说呢 那我跟大家讲一讲了 北加州呢 最漂亮的地方 是哪几个地方呢 原来呢 是三藩市 南三藩市 还有呢 我们讲的就是 San Jose 这些地方是不错的发展的 那有些特别的呢 东湾呢 我们讲的就是 阿拉米达啦 那希活都可以的 但是希活有个问题 因为它地震大的关系呢 所以这里的楼价就会便宜一点的 那你可以买近一点的 Sanlianzo Sanlianzo 都好一点 那因为呢 就这些地方呢 比较好一点 但如果你买到屋轮里面呢 我就提議小心一点了 屋轮屋轮都告诉你 有了才会轮到你去买那间屋 轮到你都回到你了 因为那些地区比较复杂性的 所以呢 换句话说 安安全全呢 都是阿拉米达啦 做我的邻居啦 哇 师傅无意中透露了 他住在哪啊 OK 大家快点准备好 如果想置业 准备好那块钱 看看哪个位置比较适合你 买回到地上升下值 那师傅我还想问一下 有哪些行业呢 在2018年会硬上升上升呢 行业来说呢 在新的一年呢 就要紧记一样东西了 因为今年是火年 所以换句话说呢 飲食业呢 是比较夸张一点的 第二呢 就是我们说 是一个资讯发达的国家 所以换句话说呢 一些新科技啊 新资讯啊 新的突破呢 是較為吃香 和電子有關的行業 是非常棒的 如果想轉行的朋友 可以往這幾個行業找工作 我們來看看最後一位幸運觀眾 好 她是住在聖套斯的Joyce 想問一下她今年的運程 她的生日是1988年12月12日 Joyce 問她的運程 Joyce 榴槤不是太好了 榴槤是凡太歲的 你本身今年榴槤就非常刻苦內勞 我們說的辛苦勞碌得財年 還要是奔波勞碌 換句話說 會不會賺到錢呢 是賺到錢 但用辛苦兩個字的形容 就真的很辛苦 而榴槤還要留意一下 你有腸胃或者刀傷 即是我們說有手術或者戒損 所以這方面就要小心一點 Joyce 原句話說 今年一切凡事小心翼翼 不能衝動 不能夠大意 你就平安度過迎接新的一年 希望你度過這個危難 最重要是記得我說拜太歲 謝謝師傅 那師傅在一連九集的節目當中 跟大家說了十二生次的運程 以及教了大家風水佈局 以及預測了2018年會發生的十件大事 如果大家想重溫節目的話 可以登錄我們的YouTube官方網站 在這裡祝大家試試順利 出入平安 大吉大利 明年見 Bye Bye 如果大家想重溫節目的話 可以登錄我們的YouTube官方網站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